以色列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 爱因斯坦学院的数学家 在这儿钻研深奥而纯粹的理论 数学家大卫·卡茨丹 14岁开始他的事业 发表他的第一个数学证明 他积累了60年的学术成就 一切始于他在前苏联时的 惊人之举 旷课 当我11岁 我决定 我都不想去学校 每天我都不想去学校 每天我都不想去学校 我都不想去学校 每天都不想去学校 他们说是 如果你们做得到什么 所以我建议他们 学习费 然后半年 我学习费费 不少人也说大卫·卡茨丹是数学天才 不少人也说大卫·卡茨丹是数学天才 瓦·卡茨丹 大卫·卡茨丹的同事都形容他是业内其中一位最后的通才 而即使是业内的数学专家 通常也互相不了解对方的研究 希勒尔·弗斯·腾伯格的办公室 曾在大卫·卡茨丹隔壁 他记得两人曾一起钻研许多难题 我先提出一个比大には 我自己提供 recommended 我的人一位 llam亚bli尔 основ大卫成一位 这个 AEF� March 这是LATE Bkell中的一位 得你怎样 为什么为什么 可能还是一样 那么使我时间 是用壬定这个 结果 emerging 我僧了 stained难 基本意的原因 伤这个计判 这架句osen 这两个不是 是同时 最编辑的 只需要 可以 thời公布 是 它 İ习来 数学研究也会出错 但是大卫卡兹丹在求学时 和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时 吸引到他的是 当一个概念证明是对的 它就永远是对的 它是正确的 它是适合的 每个地方的联系 我一直工作在朔朔朔末 也在毫无论地工作 可是是很方便知道 一些我的工作们 是用的为优秀 他在这种特别的内容 他订阅事和区块链 似乎完全不相似的一样 而让他们成为一种一样的一样的理想 他的 door used to be next to mine 那时,在那时,有一个座场里 我都喜欢说,他们都要看我 他们都要看我,他们要看他 和他在某种程度上 但是,他其实是不只是在学习的 他也在他的意义 你能说历史与他 你能说历史与他 在数学以外 他与家人一起 登山 骑自行车 与他破解数学理论 一样这样坚毅不屈 子女十分佩服他的数学成就 但有时也会忧他一抹 数学人 准备 准备 他当然有物质 帅 七年前大魏卡茲丹与儿子挑战 骑另一条自行车路 不料大魏卡茲丹被大货车撞倒 伤得很重 他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两个月 但是他坚忍不屈 而且没有放弃数学 现在他不在登山和骑自行车 戴维和儿子长城步行 他虽走得有点慢 但是他的决心仍然与当年一样 我们当车路人员 我们说如果你不停车 你会在下坡 第二位数学科学奖得主 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亚历山大贝林森 1998年加入数学系 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一如大魏卡茲丹 贝林森由前苏联移民美国 前苏联孕育出不少年轻的数学人才 我去学校学中 然后它真的有很好的 有学生的教育 一些学生从大学 都教了学校 在学校中 然后我曾经到我们的家庭 一位相伴也曾经 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然后我当时 我开始认识了 学习的学习 我开始谈讨他 在学习的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你開始讀書 你的效率非常低 他說自己在偶然的機會下做了數學家 又說有許多嘗試研習數學的年輕人 過不多久就放棄 但是他堅持不懈 他的同事說 他的多項貢獻令數學界受賄 我認識他 是理論的方法 你可能會聽到的 Riemann似乎 Riemann似乎功能 那是一種類似乎的 這是一個廣播的廣播 這是一種廣播的 這是一種融合的 極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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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最悲慨的工作 極度的 它就在 貝林森的 所謂的 極度的 我們都很和平 現在地組練 對 極度的 亞歷山大貝林森的工作風格 和家裡的寵物蛇一樣 可以不慌不忙 不過 我不知道那裡是人 有很高興的車 非常強烈的車 但是這個車 亚历山大贝林森与家人同样 热爱大自然和生态 这天,他们和朋友谢西包尔 评估一只受伤动物的情况 What was it? It was a possum. He didn't really push math onto us for... We were just taught to be kind to humans and to animals alike and to plants and that nothing was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Nothing was below anything else. We were taught to be curious, to ask questions 我们一起去感觉和感觉和感觉在 不是我们在想要感觉和感觉 我们讨论的物品和物品 我们互相对的关系 或者说是一种概念的 在并非自己活的 我们也讨论那种狐狸 所以有很多笑对那个 亚历山大贝林森对数学的将来有何展望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